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周時觀眾跟粉絲 掃描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到美國國會再度定調 反中必須像反恐當年的作戰一樣 才能夠捍衛美國國家安全跟國家利益 同時呢 現任的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直接嗆聲說 中國只要武力侵犯台灣 美軍四大航母艦隊群準備出兵開戰 而今天事實上倒數169天 友台T台仍然有總統大選最新的民調 這份民調賴清德33%支持度 坑著32% 侯友宜25個百分點 但是T台並沒有公布西卡都的民調 反倒是郭台銘很有梗 昨天這個參拜關公的過程當中信徒跪拜 而且呢 要上達關公旨意喔 那這一個郭董據說現在還很願國民黨看他沒有啦 所以呢 他批評這個到底什麼叫KINGMAKER KINGMAKER可能是造王者 而且王者可能最後要面對的是亡黨亡國 但是小雞們不想死 所以小雞們接二連三的跳船 好 小雞的跳船效應喔 也引來了黨中央跟區域立委的攻防 陳玉娟甚至直接開槍 如果挺郭台銘要開除黨籍 難道就要直接開除我黨籍嗎 好 國民黨事實上喔 各式各樣的爛黨危機還在延燒的同時喔 另外一個外界觀察的焦點是 柯文哲 柯文哲一方面事實上實質缺的是區域立委小雞 另外一方面他也缺陸戰的組織 所以柯文哲到底會不會跟國民黨合作 這裡頭是一個變數 另外一個變數是賴清德現在的民調各家的支持度都是30多% 所以他所穩的是基本盤 但是柯文哲強勢的是在空戰的YT跟網路 而後續的攻防會有哪一些政治板塊的移動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不好是陳敏鳳 大家好 再是吳坤裕 大家好 再是張一扇 大家好 再是黃光琴 大家好 再是周韋航 大家好 再是黃世聰 大家好 好 韋航事實上倒數169天的選戰 友台第一台最新的民調 賴清德跟柯文哲幾乎打平 好的 這個友台啊 他所做的民調可謂之啊 藍營最後的希望 因為只有他能夠把非力做到第一名 而且一直都是如此 不料這一次啊 卻突然做出一個 欸 賴清德終於反超的結果啦 好 當然方向都可以 永遠可以往樂觀的方向解讀啦 第一 柯文哲也沒有什麼明顯的調 賴清德也只有微微的上升 何以表現也不錯 所以啊 即便這份民調 表態率高達90% 那就算了啊 就是不管怎麼樣表示說 其實還很有得拚 柯文哲仍然跟賴清德扭打狀態 但是已經不可避免的出現下娃之事 而侯友宜呢 有幾幾之追的態勢 好 那我們來看 跟前一個 在一個半月以前相比啊 其實變化都不大 賴清德男性明顯上升 侯友宜女性明顯上升 這是兩人主要獲得的陣地 那柯文哲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變盤啊 好 那在北北基部分呢 就是一個侯友宜稍微往上拉 所以如果你就細部數據來看 感覺應該要happy的應該是侯友宜 就是他開始出現了 好像把一些地盤拿回來了 好像獲得了一些 女性支持者的這個肯定啊 好 那當然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選舉的這個趨勢圖啦 大家比較注意比較在意的就是侯友宜 其實他經歷了一個 下去又上來的過程 之後能不能真的上來 這個其實我認為 就這一份來說 實際上你也不能說侯友宜 真的出現有意義的上漲 因為他的五月中就是 五月徵兆之時 517徵兆之時 他還可以TPPS可以給他做到30% 要注意那時候是第一 侯第一 可是呢一個月後就變成科第一了 那我們就說侯科互換的局勢很明顯 那到了現在呢仍然是科領先 而且領先達7% 這不是一個可以追得上的數據啦 那原則上我必須要說 這個這一份數據 其實你注意去看他的數字變化 你會發現他的表態率一路上升 表態率在這兩個月上升了10% 這個到底是真的大家比較願意表態 還是說在調查技巧上採用了一點新的方式 因為這是手機混式化 我們不太清楚他最後面怎麼去加權的比例 可能會出現一些 就是權勢的空間啦 因為大家都知道統力學家可以在這邊 去做一些方法 去把他的那個值放大出來 但是基本上來講 侯耳儀其實並沒有真正並沒有追上柯文哲 還是維持一個軍事 好那後面還可能產生什麼變化 我們來看年齡加大分析 年齡加大分析是比較多故事可以講的 包括像賴清德的年輕制度 至少在TVBS裡面 從17-18原本非常難看 20-29歲上升到24 那當然30-39歲微跌 但不過還是在誤差範圍內 那比較妙的部分是在於說 柯文哲雖然這個之前大家講說 年紀選票可能溃散 可是在這一份裡面 他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了 好所以那接下來主戰場到底是什麼 我認為賴清德這邊的戲 大概已經到了極限了 你如果說賴清德過去我們講358 358 你任何一家不管你那種 藍色或綠色媒體去做 賴清德現在差不多已經從20幾% 要注意之前就是把他做到20幾% 但是現在都已經拉到33 高的36低的33 差不多是我們一般講賴清德35 所以賴清德這邊大概不會有戲 那接下來就是侯友宜這邊有沒有戲 30-39歲這邊上升了4% 這會不會是侯友宜接下來的戲 就是稍微年紀大一點的 這個藍營的可能支持者 會不會願意站出來 好那當然對於這份民調 我們還是要從專業者的角度來講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破題就強調 這是藍軍最後心中的一塊勝地的民調 只有這份民調看了是開心的 那小立元老師呢 他就特別發了一篇文章 他說啊 TPBS的民調發表了之後 他把我們剛剛看到的數據列出來 他特別強調調查方法是固定電話 電話和攜帶電話就是手機各半 那他底下的這一段日文的描述 主要是說賴清德的這個制度變化不到 侯友宜也是固定在這個第三位 但重點是科普哲現在從32%到27%都有這麼大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作為一個民調專家 他當然是比較會有一些 希望從客觀科學解釋 那其實他接下來做了一個圖 我覺得這個圖雖然就是一個負責任的學者所做的 他把臨船美 美老 還有那個台灣民意基金會 還有TVBS 4家 他挑選這4家 為什麼這4家呢 因為這4家每月都做 所以他就說 這4家7月他把它全部平均 我不管你機構效應 我不管你媒體立場 我把你這個都有在固定做的 我拿來做平均 就會出來一個什麼呢 我們經常講的就是賴清德35% 很穩定的一個%數在這邊 侯耳儀大概20出頭 柯文哲28% 也就是說從這邊可以看出 跟6月他底下最後面這一行 6月以來的變化 賴清德維生 侯耳儀維生 而柯文哲明顯下降 那他講的這個6月以來的變化呢 其實啊 因為他有去整理出6月的 所以他有一串6月的數字在這個最下面 他就用6月數字比7月數字 他就得到了這樣子的一個結論 什麼樣的結論呢 他認為柯文哲的後事當然持續值得觀察 但是為了破除媒體效應 破除方法上 因為這個調查方法包括了 第一個Internet就是網路調查 又包括固定電話70% 攜帶電話就是手機30% 還有純四話 還有純四話一半加手機一半 太複雜了 他直接用這樣全部一起 三要流氾做出來的 總會有一點性效度吧 我不管你怎麼搞 反正大家要來二搞可能會衝品 這個我們之前講的就是看一個大致的平均數 好 就這一份小令元真的想講事情是什麼 柯文哲高高低低 但 7月就是比6月要降 柯文哲有在降 就綜合平均降了2.5個百分點 對 這個是綜合4加 對綜合4加 然後侯友宜綜合4加反彈一個百分點 一個百分點 那當然還有這個魏錶泰的這個部分 他就是這個認為其實一般我們民調的魏錶泰 只有十幾把真的是有點低 比較難以去分析說為什麼會這麼低 因為其實一定會有一個不合理數就是 如果郭台銘遲遲不三選 你做3加度一定有郭台銘的知識者會變隱性嘛 那這個比例真的有這麼低嗎 好所以我們先回歸這個小藝人 整理出來的這個概念就是說 柯文哲現在碰到一個壓力區了 他往上要突破 想要到第一代實際上上不去 他在7.6的造勢之後 壓力區突破失敗 議題營造失敗 消息面失敗他開始往下降 降了之後能不能上升 煞車是一回事了 那我們就要說 先把柯文哲放在一邊 國民黨他雖然有一%的維生 但這種一%的維生到底是來自於723 還是來自於金補充 這個我覺得是有很大的詮釋空間 因為國民黨裡面有一派人就認為 金老師有用 你看他出來一喊 大家都怕了 可是金老師的刀子拿出來亮 他到底剁下去會不會有利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講到林津潔啦 剛剛我們在錄影前 林津潔的主份出來啦 口頭警告 最嚴厲的口頭警告 我不知道 普通嚴厲和最嚴厲有什麼差別 但是 金小刀拿起來嚇人的 到最後只有口頭 能不能惡阻國民黨這些口舌之爭 我們來看口舌派的領袖 邱毅的見解 邱毅沒在辦了 反正他早都是邊緣人 他是想要混回國民黨內 但國民黨把他推出去了 金小刀為主題的國民黨把他推出去 理由是什麼 沒有菲律聯盟 沒有其他什麼 什麼什麼選前聯盟都沒有 只有執政以後的聯盟 但是邱毅要見縫插針 他打兩塊 第一個他直接指金小刀 攻擊羅志強之外 他也攻擊朱立倫 這其實是前幾天的老仗 這個禮拜初的老仗 一二的老仗 他現在把他拉出來 我只能說就是他就是故意要抽隊 故意要去打金 他就說 朱立倫講直正大聯盟 然後金小刀就嗆他說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但是你注意他這邊的說法 金小刀嗆朱立倫未經他同意 實際上金小刀也沒有要朱立倫 經過他同意 只是他他表達說 事前不知道那是什麼 問了朱立倫會說之後要解釋 所以邱毅的這個鋪排呢 他其實就是要把金小刀刻意塑造成 他這邊講的泰山黨主席 好接下來你們這些國民黨人注意了 你們不把金小刀弄死 接下來他就會把你們弄死了 好我邱毅蔡振元 可能就是第一批被弄死了 所以我們要大聲疾呼 然後呢他要拉誰到自己同一邊 也未經羅志強同意 直接把羅志強拉來 羅志強是我這一邊的 雖然他的這個 叫政黨輪替大聯盟 跟我的理念有點不太一樣 但不管啦 反正我們現在都是反金的 他也把這個羅志強拉過來 然後直指就是金普通 就是要放中美軍去取代羅志強 他把可能的黨紀處分的後手 一次都講出來 那他曝光之後 是不是能夠產生見光死的效果 我不知道 因為根據過去金普通的操作 他有時候就是要見光 我讓把你的死態 可能的死法都給你看了之後 你會怕的你才會說回去 但是我最後還是要說啦 就是金普通 其實真正能夠發揮他的戰力 大概就是跟這些人互相嘴炮 因為接下來國民黨的課題 不是柯文哲的 而是郭台銘 而郭台銘過去年的 就是像林金捷這一種 在地方上有實密 有宮廟 有議長 地方上的那一些投人會支持的 如何跟這些人互動 我們不要講鬥 或者是鬥而不破 我覺得對金普通來講 才是最嚴苛的考驗 好那我請教市聰 昨天林金捷直接票投郭台銘 總統票投郭台銘 這個表態很鮮明啊 但國民黨中央只給一個口頭警告的話 這個基本上其他小機看呢 每個人都覺得可以跟進 可以這樣玩啊 對沒錯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 這個林金捷也喊出說 所謂立委支持林金捷 那總統力挺郭台銘發這個扇子嘛 那就沒想到這個 國民黨馬上就要求他來說明 那說我們可能要祭出這個處分 那的確啦 這個經過國民黨早上的這個約談之後 他本人也到了 他就說的確 經過我們這個商談的結果 他是違反了我們本黨113年 中華民國紀律法務員選舉 中華 中國國民黨黨員的行為規範 相關規定 他的確是違反的 但是呢 念在因為林金捷有說 他還是會支持侯友宜的 所以念在說他是這個觸犯 而且他是這個 這個無心他無心觸犯 那所以我們會對他 進行所謂嚴厲的口頭警告 然後他 請他注意他的不當的這個言行 不能夠再犯 否則會加重處分 好那就是這樣 所以看起來的話是真的拿他來嚇嚇大家啦 那就是先嚇一下嘛對不對 會不會真的拿出處分來說 我覺得 這個陳玉珍就出來說啦 他說哎 如果我真的表態 贊這個贊成這個支持這個郭台銘說 那請問國民黨會不會開除我的黨籍 那當然因為金曉道這樣子這樣殺下來的話 的確這個在國民黨內造成了某個程度的 這個寒蟬效應嘛 包括說像 也要選立委的這個郭淑慧就說 哎我最近都不敢這個做其他的政治行動 我只敢去跑這個選民服務 那甚至不用講這個羅志強 或是說像這個徐巧新 他們最近都比較低調一點點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也有人出來喊話啦 像謝一鋒就說呢 沒有錯啦 我們這樣殺是對 但是他是說呢 還是要好好的這個把黨內好好團結在一起的這個狀況 這樣子才行啦 那就連這個這個蔡正宇也有說嘛 他說好你要開除這個 如果你假設要開除羅志強 我要開除徐巧新 OK那我贊成了 但是這樣子就會讓國民黨亡掉 他就說徐巧新跟這個羅志強有力戰功啊 那你金補充有這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黨內之間 還是有非常多的這個爭議 針對金補充這樣子的嚴格處分的狀況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你看民調的這個情形來說的話 的確他們可能三個這個藍營的這些人是要互相廝殺之後 要定於一尊 才能有辦法跟賴清德挑戰 目前是這樣一個狀況 好不過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這個 嗯 就是說這個 昨天這個插曲裡面來說 就是郭台銘呢 他到這個三峽的這個狂行宮去參鄉 對不對 那旁邊這個 盧家沈在旁邊 突然有一個人就在這個畫面這樣會拜 對 他是說什麼 他是信徒 他說我是 這個官聖帝君的信徒啦 然後我有這個 有這個他給我醬子跟我講了 我有這個密 這個密件要告訴這個郭台銘先生 那當然了 也言下之意就是要挺他出來選總統這個意思嗎 那當然了郭台銘就是這樣 喔就喔這個這個關公的這個旨意來了 我真的要非常的這個去迎接他 所以四年前是罵揍托夢 對沒錯 那這一次是關公議職 對沒錯 那四年前在2019年 這是這個剛才是昨天發生事 那我們看到這是 2019年的這個4月17號的時候 他說呢他在這幾天 他當時的報導是這樣 他往這個板橋慈惠公參拜的時候就說 媽祖有托夢給他 叫我一定要出來 所以等於是說四年前是媽祖 那這一次會不會是關公對不對 那事實上這個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他出來選的這個狀況來說 我覺得應該是越來越明顯的 為什麼這樣說 我講一個我碰到的這個事情 就是說我有朋友在做這個類似裝潢維修這些 他們有接到來自郭辦的相關的裝潢 已經要準備上 已經要準備要準備了啦 成立競選總部嗎 類似類似類似這樣子 恭喜啊 就已經開始去裝潢了 那我說真的還是 他說真的真的就已經開始要裝潢 那很多這個都已經採 那他就說 如果按照這個時程去規劃 大概約末是八月中下旬 可能這個會完成 那或許那時候就會有這個 這個正式宣布的這個時刻啦 那那事實上就我所知啊 就是說他有跟很多這個其他的一些民調專家什麼都見過面 那其實呢在鴻海內部 其實很多人是不贊成他選的 譬如說像這個劉岩慧董事長 他本身的就比較 持一個比較相對的保守的態度 因為畢竟他出來來說的話 會影響到鴻海的股價 這個一定會影響 無論大家在討論他在中國的部分或是怎樣 一定會影響到 所以 其實內部很多人 是對他這個投以反對票 但是他自己本身非常堅決要選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他這一次的意志力的確是比較堅強 所以應該是在八月下旬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今天是7月28號 今天7月28號是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為92億的現金已經打到他的這個 現金股息已經打到他的帳戶裡面去了 所以他現在呢 這個有錢 然後就準備蓄勢待發 我覺得8月中下旬我們可以期待 他應該會 你剛剛講你朋友都接到室內裝潢的裝修案子 所以郭董真的促進台灣經濟 對 這個是實質台灣經濟內循環 對 我覺得當然就多一個人出來選的話 當然會有一些文宣啊廣告 我覺得這個對經濟絕對是好事 那站在我們 因為今天下半了 做扇子要多做一些嘛 你看林金傑昨天就做新扇子了 對 我們這個 我們主技術才說 我們今年經濟保二不容易啊對不對 所以如果真的藍營殺得越兇的時候 搞不好是我們經濟可以發起來的這個狀況對不對 然後他們爭一爭都一個王者出現 搞不好順勢在挑戰綠營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藍營目前為止 我覺得他們三個勢必一定要 如果郭台銘不退 那三個就勢必一定要經過另外一分新的這個廝殺 廝殺之後 這個也是我們這個吃瓜群眾的愛看的戲 異善熱鬧啊 這個四年前有罵奏託夢 這本就是關公 關公跪拜託旨意 對 郭台銘當然覺得看到希望啊 因為雖然金小刀不斷的放話 但是朱立倫不斷的放水嘛 所以所以黨機在朱立倫手上啊 所以你金小刀要講再多都沒有 金小刀要跟他講了什麼 講King跟King Maker嘛 但是重點是 現在侯友誼叫望是不是人君嘛 雖然你萬安演習變成萬歲演習 猴子登基還是猴子啊 所以對於郭台銘來講 你選推出一個猴子出來 不如我自己當王嘛 我幹嘛做造王者 而且這個王是有實力的王 因為在組織上面 你們看到小姬嘛 因為現在小姬不能找柯文哲 紛紛跑去找郭台銘嘛 我們看到陳鈺貞也好 徐小新也好 林金傑或者葉元芝都跑到跑去啦 而且這些都是有實力有聲量的嘛 另外他看到叫柯文哲的聲量在崩潰當中 為什麼我們看最近一份喔 這份叫做龍泰創數據他們做的 所謂的柯文哲的好感度的走勢嘛 其實跟侯友宜的民調非常相似 雖然柯文哲現在民調很高 但是他最厲害的所謂網路的戰工具 網路的戰法 其實都不斷的在潰散之中嘛 他在7月初的時候 這只做7月份喔 在0.35到了今天7月27號 他已經降到0.2就是好感度 也就是說他的不好感度非常的高 那不好感度非常高 表示你在網路上面的作戰部隊 已經在潰散當中 那為什麼潰散呢 大家可以看 這個就是潰散的很重要原因 最重要的就叫北流嘛 北流不只是年輕人的所謂的音樂的這個部分 他你用狗跟太監跟所謂皇上之說 得罪了所謂的音樂人 另外就是你的工程館的爭議 最近討論最熱的是這個嘛 那柯文哲每天除了看新聞之外 他一定看流量報告 所以他也知道北流的1.9億是他的軟肋 所以他不斷的今天就開始轉移焦點 講打什麼什麼前瞻計畫 所以他為了轉移 所以北流的焦點開始打前瞻計畫嘛 但是他的流量下降 跟流量的所謂的政府好感值的下降 是鐵的事實就已經發生了 所以郭台銘看到這個機會 當然跟館長撐在一起嘛 所以跟館長操作了一波所謂的國民老爸的那個臉書發文 那個就是表示我跟館長之間已經達成一定的默契 不要忘記了他8月8號要出一本書 叫做郭爸爸給年輕人的30句話 欸館長的團購最近館長生意不好 可以團購這本書啦絕對大賣 所以郭台銘因為說真的為什麼大賣 賣不出去我郭台銘全部買單啊我全部買回來 所以郭台銘跟館長之間的這個柯文哲的流量密碼 已經被郭台銘破解了 我相信館長絕對會開所謂郭爸爸30句話的團購 所以柯文哲看到了今天有一個重大消息 他在有演唱會的那個太陽辦一場演唱會 就是北流事件這個北流事件的那個演唱會 他辦演唱會竟然邀請的特別來賓是誰 就是館長 結果那所有女性朋友都瘋了嘛 因為館長前陣子才因為所謂的A4的女性事件 A4的小女生的女性公審這個小女生 最近又罵了所謂的雞排妹 罵得非常難聽 我們這節目都要打叉叉叉叉叉 就這些話不斷地去侮辱女性嘛 結果你柯文哲因為女性言論的風波 才被人家才因為民調這樣子下降 大部分的女性選民遺失 結果你的演唱會竟然要邀請館長 館長唱歌我真的是一堆問號 你如果邀請周杰倫 蔡依林我都可以理解 邀請張惠妹我也可以理解 有一陣子郭台銘很愛玩的梗 是聽那個蔡琴唱老歌 這個我也可以理解 這是真正的唱將 只是他們是不同世代的唱將而已 然後這個柯文哲開演唱會找館長是要幹嘛 對我覺得是 敲這種通告就保證不對嘛 柯文哲如果拿得出周杰倫 蔡依林 或者是我剛剛講張惠妹這種卡司喔 就不一樣嘛 我覺得柯文哲現在已經就是病急亂投藥 你柯文哲在國內亂講話就好 你不要講到國際 國際都笑話台灣這場選舉 因為這場選舉對於國際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那國際也在看台灣這場選舉 台灣的人民要怎麼表達他們的訴求嘛 但是你柯文哲在上兩個禮拜前而已 兩個禮拜前你上節目的時候脫口說 自民黨黨團的幹事長是跟紅塵 說柯文哲他其實講的是幹事長 所以人家問他是自民黨幹事長被謝長廷打臉嗎 他說自民黨幹事長根本就沒有跟你碰過面 所以他們自己解釋是說 是自民黨的黨團幹事長是跟紅塵四下會面的時候 表達說台灣不可能加入CPTTP 要死了這條心 結果人家四根紅塵 根本不可能讓你這樣亂講嘛 今天昨天那個 我們的立法委員 跑去去問這個四根紅塵 說你有沒有講這樣的話 他說絕對不可能講這樣的話 我們日本全力支持台灣加入CPTPP 為什麼我這麼講 柯文哲不適任總統 你在國內亂講話我覺得無所謂 你已經講到別的國家人的政治人物的時候 你就要負擔所謂的國際外交的責任 意義上我跟你討論 我的感覺是 柯文哲的民調也見頂了 然後呢 以小立元教授 他比較客觀的總和四項民調 平均的下跌是2.5個百分點 那見頂是一個政治效應 可是柯文哲見頂之後的數字 相對上仍然領先侯友宜 所以從絕對的排名 他仍然是老二 可是數字上他看到天花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看到天花板 以及他逼進選戰最後打到 超級這一個歌喉戰的時候 他並沒有密切的組織跟陸軍 或者是區域立委 所以那個一定會衝擊他最後的動員 而且他很有可能變成被 藍綠大規模動員過程當中 這一個相對的邊緣化 所以那個也是一個他選戰末期 一定會面對的困難跟缺點 那相對上會不會這樣的局勢 使得他更有意願去合作 那個合作對象 不管是國民黨的朱立倫 還是郭台銘 他反而有了就是某種程度 面對自己銷轟之後 反而有了一個比較大的 合作的空間跟誠意 我覺得他當然現在的賣價 一定會下降 而且還不斷的操作 因為他知道他的民調 已經見頂了 他只會往下滑 所以但是他現在要維持的 就是我跟藍或我跟郭 都有合作的可能性 因為有合作的可能性的時候 郭台銘還沒有參選之前的 民調支持度就會寄在他身上 藍白之間的 所謂的氣保效應的那個 兩層的國民黨的選民 才會支持在他身上 他才可以維持到這兩層的 這個所謂的天花板 站穩這個兩層 第二名的這個位置 我覺得國民黨 郭台銘 侯友宜跟 跟柯文哲這三言之 叫做豬王奪敵 他們搶的不是說 現階段要變成第一名 而是現階段 誰有可能站穩第二名 那郭台銘剛才看說 郭台銘看到這個機會 他是有可能挑戰這個 第二名的這個位置吧 那柯文哲現在 目前站穩到第二名 所以他叫做 今天格里斯寫一個 孫子兵法的虛實篇 他就是話虛為實 我的吳欣穎已經放了多少選區了 昨天又把新竹市的這個選區 又拔出來 他用了一個吳欣穎 他其實根本就沒有人 他就只有一個吳欣穎可以放 所以吳欣穎到處放 這叫話虛為實 讓國民黨的小雞們話實為虛 他就心虛了 覺得說柯文哲有實力 會挑戰我 我幫你翻譯這段話 他就買空賣空騙國民黨小雞 騙到賺到 其實很像渣男騙 就是渣男騙也是騙到賺到 騙到的不只是國民黨的小雞 他是連朱立倫也被他騙了 朱立倫因為他現在沒有角色 提名侯友宜之後 真的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他的寄望他成為一個 所謂的執政大聯盟的盟主 所以他用這個盟主的位置 去騙了朱立倫 提出所謂的執政大聯盟概念 今天只是朱立倫也說了 就在立委這個層級上合作 有時候朱立倫不只對郭台銘放水 他其實在案裡也在跟柯文哲在溝通 案裡也在放柯文哲的水 好我請教一下坤裕 我感覺朱立倫確實是某種程度期待 跟柯文哲合作 因為這個可能是他目前為止 比較容易執行 而且相對比較有政治舞台 跟政治籌碼的其中一個選項 那柯文哲的狀況是波動的 當他民調很高 柯文哲這個人自己可以當老大 絕對不跟別人合作的 可是當他變成老二 而且小轟的時候 他的合作意願跟動機就會改變 你怎麼觀察這一局 我覺得這個大家最近都在講這個 什麼跟什麼合的事情 結果我最近就在其他的地方就講說 基本上如果我 以我的判斷 以我對黃珊珊的了解 只要黃珊珊還在柯文哲那個單位裡面 基本上應該就不會有侯科配啊 或柯侯配 因為那個經驗太慘痛了 那個一定會把這個國清河的經驗都會告訴他的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 所以郭柯配還有一點可能 中間還有一點連結跟信任度 起碼還有一點好處 或者柯郭配也有可能 那這是刑事使然 您的意思是說黃珊珊見證過 親民黨怎麼被國民黨詐騙跟配 所以配完之後呢就留離失所 真的亡黨 那沒有亡國 所以黃珊珊不可能重複第二次被國民黨詐騙跟團騙 如果黃珊珊在那邊 結果還是這個什麼侯科配 或跟國民黨合起來的話 那個以後她吃飯就要先罰三杯 那個這是第一個啦 第二個 大家在講形勢 什麼民調高民調低 大家所思考的東西都只有一個東西 它叫做總統大位 對 可是大家不要忘掉一件事情 總統大位如果我當的是老二 我是副總統 副總統是一個什麼樣的職位對不對 是那個老羅師傅說那個是四輪馬車上第五個輪子 那個是完全沒有用的一個東西 所以沒有人要去當那個東西 侯為什麼要去接受副的 他不可能嘛 他對副總統有什麼意義 他回去當新北市長 他還是三代王啊 我柯文哲下來當 就回來當這個什麼什麼 民眾黨的不分區 或者是 或者是黨主席 我在外面還揮灑自如 去關在那裡面 當人家富的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好 這是第二個事情 副總統是職位的 沒有任何吸引力 第三個狀況 你站在柯文哲的立場想一想 他的第一選項是選上總統 他如果總統選不上的話呢 那他怎麼去保持他的政治影響力 他就是我民眾黨能夠壯大 對 可是當我跟國民黨合了以後 我民眾黨有辦法壯大嗎 很難 沒有啦 他當場就消滅啦 那所以我覺得 什麼柯 柯侯佩啦 侯柯佩啊 這都是想像 然後朱立倫是很喜歡玩這種把戲的 好 那玩什麼東西呢 他的目標也不是真的 我要去把什麼東西弄出來 能夠把它整合進來當然最好 不能整合的時候呢 在這個過程中間 我也不斷放新聞 放消息 表示我很努力 表示我很有成就 或是削弱對方的抵抗 支持者的抵抗意志 讓人家打模糊戰 這樣子對於他整個的戰局來說 也是有好處啊 他以前2016就玩過這樣子的事情啊 我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這些事情可是 我一直覺得說 呃 現在還講這個什麼配什麼配 一開始就講太早了 那藍軍很多人都憂心 總總 但是問題是 依照現在的情況 郭董大概就是要參選了 嗯 通通都下去以後 再打一團混亂 既然亂就給他亂得更厲害一點 那侯又起不來 嗯 侯的民調起不來的時候 那越起不來 郭董參選機率就越高 決心就越強 然後到最後面 是藍英選民自行 在做氣包 嗯 那個那個恐怕跟上面 誰跟誰談 誰跟誰談 那個都沒有很直接的關聯 嗯 好光晴怎麼觀察 好 我看那個每一條電子報 跟T台這個民調 這差距南遠北側啦 嗯 那以T台這個就是說 賴清德是首次贏過 那個科P嘛 所以這份民調 我說實在 我比較參考低度啦 低度參考 那 呃最壞狀況 以這個非率這個部分 就是說如果科P 他沒有壯大 還持續跌 四五趴這樣子跌的話 那 而且年輕人鬆動的話 他未來就是選戰到最末期 他還面臨組織戰的空洞的話 嗯 那他這樣的話 作為非率共主 這已經打差了 氣保也會打差了 那就是 呃分裂的一個狀況 那現在最壞的狀況就是 非率聯盟變成說 我即使整合 而且大整合 齁 什麼好處都用在藍英選項 整合都不會贏的狀況 嗯 那T台這個民調 還有一個缺漏 就是他沒有把 細卡都 郭台銘放進去 對 因為郭台銘就明白的 嗯 這個意志力很強 讓參選到底一個 我打個擦 我猜測T台也可能有做 而沒有曝光 是啊 那你沒有曝光是什麼原因呢 對不對 那你應該是說 細卡都我們可以看到那個趨勢變化嗎 可以看到變化 那你猴游宜25% 那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看這個賴清德33 柯文哲32 你的意思說25離柯文哲32已經接近了嗎 這在壯膽嘛 雖然民調做出來這個結果 好這第一個 我覺得非率陣營要考慮 所謂整合契機沒有了 連整合都不贏的情況之下 而且現在有個講法是說 互刺系 我柯就算是我非率共主 為什麼要當你猴 已經有個講法是說 可不可以換一個副總統候選人 因為這樣的互刺系會沒有 那你會找一個副手是加分的嘛 這樣一了百了嘛 可是現在這個形態並沒有出現 好那除非真的柯P已經大好了 哇好到一個就是說 停一組就他 他再另外再組合 那你藍的可以退嗎 你藍願意有金普松在的一天 可能猴會消失嗎 現在已經結成所謂的叫什麼 以前叫馬金體制 現在猴金體制 他要一搏嘛 他要搏嘛 是金在上還是猴在上 是金猴體制還是猴金 我跟你講你這問題就是 以前螞蟻在金下啊 我只是因為他總統講得好聽啊 這金馬體制嗎 不過應該就這樣嘛 給他最大的權力 然後給他最後 你看金普松自己都忘我到說 我過去當國民黨黨主席的時候 你就知道嘛 所以現在絕對是金猴體制嘛 那他賭一個猴嘛 如果行 那我又活了 我們全部都活了 如果輸的話 他也可以隨時走人的啊 所以就是 你看現在這個體制叫做什麼 他跟國民黨不搭嘎 他甚至可以用他的速殺之氣去振責 這個金普那個那個朱立倫 現在就是猴金體制啊 誰找的就是你猴友宇自己找的嘛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林金傑的效應喔 不是金普松處理的 是在金普松高壓之下 黨權抓在還是朱立倫手中 你看他沒有殺到底 對 林金傑都做扇子咧 合體不說 還說要支持郭台銘選總統 總統支持郭台銘 立委才支持他咧 下面是阿明只有會咧 扇子是他做的咧 要花錢的咧 早就做好 等在那邊了 然後還訂裝照耶 但是你看 如果按照金小道的金氏戰法 絕對砍嘛 對 這個罪明白了 這已經是扇子要發給選民了耶 他因為他在土城選 他有前車之劍 那這也 這一次就是還是朱立倫沒有放棄 他還在觀望那個整合有沒有可能 他也沒有放棄國會的席次也很重要 你如果殺了一個林金傑 那就等於這樣 那黨紀最高就是把他開除啊 開除到他 他真的被擠到那個郭那邊去 對 郭德齁 郭德殺傷力 我覺得在總統這邊 對國民黨影響力越來越弱 你就看他民調嘛 越來越邊緣化 可是郭德殺傷力 前車之劍在哪裡 他有金援 他只要拉掉國民黨你哪一個立委 對我就可以拉掉 那你說小雞在地方選 好你在土城就碰到郭台銘 你可能在台北市哪個選情 就碰到柯文哲 對 那你通通把他斷手斷腳 那小雞就是會被溺死 那最後就是說 金普聰按照大數據來顯現 做猴的 猴的猴耶 他有聲量就不錯了對不對 對 他聲量的確不錯 可是他負面聲量整個抬高了 那就是仇恨值加上深層的仇恨值 就是金普聰所帶來的效益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他的金普聰帶來的反彈力量已經集結了 像那個罵農包的鄭立文 你知道他點名是一顆樣 一顆樣 一不做二不休 他們乾脆請一攤吃飯 真的喔 所有把那些被講農包 被指正農包 所有金黑為一桌 對 金黑差不多要點名詩歌了 地方也是啊 這個是凝結效果啊 那所以說我們是農包大聯盟 指正大聯盟沒看 菲律大聯盟沒看 變農包大聯盟了 所以郭台銘他講的那個造王者 我相信是幕後高手幫他抄刀的 而且他那個王是滅王的王 那你就 好我今天訪問吳思忠 他2000年2004年 他一路這樣想 2000年假民調誰做的啊 民調那時候 那個當然是老宋 雖然有經過前一年底的新票案 可是後來回來了 他贏那個陳選扁大概3% 連戰就是兩成多嘛 可是後來你知道嗎 選前一天 這個假民調讓那個連戰 有稍微小回流 小回流 他開出來是29% 29點多% 宋變36 那扁就39 好 04年誰弄廢票聯盟嗎 你知道廢票聯盟嗎 鄭春琦是當時候主持人金普聰的來賓耶 他在弄弄 而且弄了很久 最後殺出來廢票聯盟 最後拿33萬票 那你做主持人 你不制止他 對不對 廢票聯盟 那金普聰就推給說是那個 鄭春琦嘛 可是大家心知肚明嘛 08年他打順風盤 只會弄個馬英九嘛 然後你看到2024這一拐 你如果分裂的狀況 是比2000年還要更甚的 情況之下 那按照這種金氏打法 他只能造王 這王有兩個意思嘛 就是滅亡嘛 你選不上嘛 第二個就是 造國民黨滅亡之外 就造候選人的滅亡 那所以就是說他心裡有數 下針寫一篇嘛 就是說 他不是說要像戰爭那種英雄一樣 就這樣倒下嘛 啊你倒下的意思是 你也知道會倒下嘛 那能不能救 前一堆有人救 就是農包大聯盟 後面就看朱立倫會不會出手 好那敏鋒怎麼觀察這一局 這一局固然藍營內部還在亂 那藍白之間會不會整合喔 也有變數 那另外一方面 八月份還有重頭大戲 是賴清德事實上準備訪問美國 這裡頭也有可能是有 這一個相關的外交大戰 甚至於中國會不會有軍事的反應喔 都是其中可能帶來新的變數 對那因為那個 就是說在晚一 就說從 不是從八月開始啊 從七月底 侯友宜要去日本嘛 那這也是有一些這個 過去所謂駐日代表這個 馮濟台在安排 所以在日本就會有開始 從國民黨開始 有一些日本這個外交戰的開始 然後重點就是 賴清德八月要去這個 巴拉圭的這個就職典禮 圖這會經過哪裡 那現在傳出來的地點是 一個是邁阿密啊 那邁阿密的話就是有點遠啊 只比陳水扁的阿拉斯加好一點而已 那我們上次有去阿拉斯加 那真的是繞了很上面 然後再下去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另外還有一個地點 沒有絕地 那我覺得這個地點就是剛剛還你提的 中共對於這個副總統 用的這個所謂參加就職典禮的名譽 去過境美國這件事情 非常的介意 主要他現在還是身兼 所謂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所以他有強烈的反應 所以導致說 本來是可以到靠近華府的地方 或是紐約啊 怎樣比較重要的城市去做訪問 那現在就是有個地點 也就邁阿密真的就是比較遠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地點現在還沒有公佈 那可是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就是說 也許這個當然會有很多的一個亮點 就是說看大家會有觀察點 就是說看他過境哪裡 會代表美國對他的重視程度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對於他的兩岸政策 其實應該非常的了解了 他對於繼承所謂蔡英文的 這個整個兩岸路線還有國安路線 其實他都已經多次說明清楚了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如果真的到時候 中共就是要在這個 中共做很大的軍演之間 跟還有中美還有一堆 拉哩拉扎的東西要談之間 對於賴清德過境 會不會做一個妥協 現在到底大家覺得 是蠻有可能的 因為邁阿密可能 就是一個妥協的一個結果 但是問題是這一點 會不會影響到 所謂美國對於賴清德的信任 我是覺得一點都不會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你現在就這樣的一個局勢來看 這個目前其他的候選人 看起來也都是 對於國際上面 還有對於兩岸的上面 實在是認知跟美國的差距 信任度太遠了 那尤其這個柯文哲 柯文哲他現在 柯文哲還直接跟葛萊怡對嗆的 對那柯文哲現在在 這個又有一個新的新聞出來 現在在這個網路上面流行 流行一段他講台積電的事情 那就是很好笑 他就說 他說他對台積電 他就說 先說巴菲特賣掉他的台積電 然後他就說 其實台積電是一個很好的公司 治理 但是呢 他不滿意台積電的地點 那4點13分就開始講說 台積電已經把台灣的工學院 電機學院的學生都吸光了 那還不夠嗎 然後再來4分43秒的時候又講說 為什麼台積電 他自己都要跑去美國呢 然後為什麼都要跑去日本的九州 還要跑去德州呢 然後4分59秒又說 如果連台積電都要跑的時候 那我們其他台灣的產業要出口 要怎麼辦 因為這個人真的是 真的是對於這種 這種東西完全不懂 我反駁一下這個柯文哲 這個就很好笑 我反駁一下柯文哲 全世界的大公司 在地球上都全球化 日本五大商社 有沒有跑到全世界 有 玩虹這一些喔 山井這一些 都跑到全世界投資 美國各大企業 有沒有跑到全世界 有 比方說蘋果 全世界都開磚賣店賣 那蘋果的工廠 從中國到這一個印度 統統都有 那比方說特斯拉 有沒有全世界都建構 有 他有美國廠 他墨西哥也要擴建 然後他也有中國廠 然後他也準備印度建廠 那本攝影棚周圍附近 你有沒有特斯拉 在內湖的專賣門市 有 就是有些是他銷售的 這一個門市 有些是他供應鏈的工廠 所以全世界只要購大咖的企業 都會有全球化的布局 那台積電準備做全球化的布局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嘴 只是不用亂嘴 台積電也不會亂做傷害自己的事 至於台積電要選擇加碼的地點 是日本 是美國 是德國 那就更有智慧了 為什麼台積電不會跑去中國 為什麼台積電不會跑去印度 我也沒有要嘴印度 我的意思是說台積電也不會亂選地點嘛 所以台積電對於半導體的經營的管理 跟全世界的經營管理資源的調度跟分散 絕對比你柯文哲好 所以柯文哲不要再嘴了 柯文哲我順便嘴你 全世界有沒有到處都用葉克膜 那全世界到處都用葉克膜 所以台灣很危險 所以柯文哲這種話就很好笑嘛 好不容易整個台灣工學院的學生 都有工作做 這個在其他國家是有多好的事情啊 我在打個岔 我覺得這個也是坑者無知 全世界 我先打個岔 全世界現在都缺IT的人才 所以全世界你念IT的都會相對很容易找工作 不是只有在台灣 在日本 在美國 在印度 有IT背景的專業 到處都在找工作 對啊 那你在講這個講什麼意義 而且台積電有要落跑嗎 台積電去美國設廠也是講好幾年 幾乎大家都認為是外交壓力才去的 因為那整個水土不符不上什麼的 然後台積電的地點在台灣也是因為分布很多 所以他才有一個比較廣闊性的分布 他沒有什麼固定在台灣哪個點嘛 然後他是說台灣是因為台海戰爭很多 所以不適合台積電 但是意思是說台積電是因為台海戰爭很 這個是個危險地帶 所以要落跑去別的地方 跟所謂你剛才講的產業布局這種格局是不一樣的 然後所以 所以開文者不懂的真的不要亂嘴 就跟葉克摩也全世界都用一樣 不要亂嘴 所以他這一篇東西在網路上被罵死了 有人就寫專文在罵這一篇東西 所以說你到底懂不懂台灣什麼叫台積電的 或者是護國群山這種東西 所以說你這從這個北流下來 然後除了批這個什麼這個預算 然後又北流又蓋成那樣 然後整個又叫台北市政府 去用二倍金來付你那個利息的時候 你整個行政體系就是 就是還有你的這個國際的認知什麼 都是很糟糕的嘛 那但是我跟你討論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在台灣也特別嚴重 台積電去美國的時候 有一些名嘴就帶風 像說台積電要變美積電 那他現在2024年日本熊本廠就會先亮廠 而且他熊本現在很有可能要加碼第二座廠 所以日本的產能可能比美國大 那當然也有一些人就嘴 台積電都跨變日本日積電 好OK好 那這兩天當然有新聞說可能德國也設廠 好OK好來 可是你看喔 特斯拉跑到中國就不會有人說中斯拉 跑到墨西哥不會有人說墨斯拉 跑到印度不會有人說印斯拉 然後蘋果也一樣 蘋果不會說在台灣開個門市就說台蘋果 對不對 在日本開個這個專賣店就日蘋果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那個國主意識 民主意識 國安意識 特別容易被左右 那然後正常來講如果我們有世界級的大企業 有本事征戰日本 征戰美國 那征戰歐洲 正常有民族自信心的國主 會認為喔我們好棒棒 我們有一個全球化的大咖 它事實上是可以在全球各個地方喔 它都落地生根 或者它都有實質的挑戰的經營的能力 跟競爭的能力 可是在台灣就會變成喔 台積電這樣會變美積電 那台積電會掏空台灣 那這樣子台灣會掛掉 就是說就會有人會被洗這種風向跟邏輯 對所以這種東西就很奇怪 然後它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台海戰略威脅 所以台積電才要落跑 落跑然後其他產業也要落跑 那事實上中國其實是回來一批 這個台商是回來一批 這個是事實證明就是兩岸關係 是促使這個產業有回到台灣來一波嘛 所以我覺得整個 這個柯文哲在講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樣的講法 對於年輕人來講是影響很大的 因為在年輕人的心裡面 台積電就是台灣的 那你就說 而且台積電是比較於鴻海或什麼 都對於國家的事情都會比較忠誠度 比較高的 所以台積電的形象是很好的 可是你把台積電說成 一個像什麼產業一樣要落跑 然後看到台積電就要丟掉台灣的感覺 你不覺得柯文哲這種就是很瞎的一個說法嗎 那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說 就是民進黨常常講說 對啊他們年輕人現在都集中在那 在他的那一塊 那因為他講話很好笑 可是如果他持續的講這些嚴肅的議題 通通講錯的時候 譬如說北流玉山或是這個女生的問題 或是貧血問題的時候 他通通講錯的時候 你覺得有多少的年輕人 還會留在他身上 這是他自己要考慮的 譬如說大家講說30到39歲 這個他的這個平均 一定比這個賴清德要低了 主要是因為那個世代 是所謂的服貌的世代 他講一講服貌 那30到30就回到賴清德那裡去了 所以我覺得說 你如果繼續再講這個台積電 你下面的所謂的中間選民 還有年輕選票 也通通會落跑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柯文哲 這個民調在T台裡面 一度是高於所謂賴清德 可是現在就自己比自己嗎 不是下來了嗎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你可以撐下去嗎 你的民調可以撐 繼續撐到所謂第二名 我真的很懷疑啊 好 我們稍後回來